《十二生肖的故事》 歡迎大家收看Teddy哥哥 我們今天看圖書 《十二生肖的故事》 好了好了 以前的人經常都忘記了自己哪一年出生 都忘記了自己究竟多少歲 玉環大帝想到一個辦法 他說記年份太難了 用動物名字就容易記一些 找十二種動物代表年份就可以了 玉環大帝通知土地公公 叫土地公公發佈選拔十二生肖的消息 以前有沒有電話? 沒有 有沒有電腦? 沒有 所以他們就把圖書貼出來 讓大家一起來看到 圖書的內容說 十二生肖渡河比賽 歡迎動物來參加渡河比賽前十二名 到達終點的動物就可以成為十二生肖了 由起點到終點要經過一條河 然後要經過彎彎曲曲的路 就到終點 貼了一張圖書出來之後 大家都走來看看究竟是什麼 老鼠又來看 龜龜又來看 蛇又來看 狸貓又來看 羊又來看 每個人都來看 對 紅貓都來看 大家所有人都來看 消息公佈之後 所有動物都很興奮很開心 於是他們一邊吃飯一邊聊 究竟那天的比賽應該是怎樣 大家一起計劃一下 當時老鼠和貓貓是很好朋友 他們經常都黏在一起一起玩 你看看 老鼠還會幫幫幫幫擦背 老鼠就說 我們都不懂游泳 那怎樣渡河 渡河就是過河的意思 貓貓就說 我們可以跟牛牛合作 我們幫牠指路 牠負責游泳載我們過河 那就可以了 於是貓貓就跟老鼠去找牛牛了 我聽完之後 牠就嗯 好 於是就立即答應了 到了比賽那天 一大星組 公雞都還沒睡醒 牛牛 貓和老鼠已經來到河邊 他們在做什麼 熱 熱身 對 預備熱身 牛牛呢 就蹲下了 嘿 貓貓 主席 你們上來我背部 然後就開始游泳了 貓貓平時最喜歡就是睡覺的 今早又這麼早起床 於是 很快就趴在牛牛的背部 怎樣 睡著了 睡著了 媽媽 我想在這裡 很喜歡睡覺 嘿嘿嘿 好了 接著老鼠呢 因為很想得到第一名 就是在牛牛即將到達岸邊的時候 牠在做什麼 這樣 推著貓貓下水 然後推著貓貓下水之後 就轉捲進牛牛的耳朵裡 牛牛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聽到老鼠在牠耳邊叫 牛大哥 加油啊 我們快到了 牛牛排了上岸之後 經過彎彎曲曲的爐之後 很快就即將到達終點了 在牠到達終點的時候 老鼠做什麼 跳出來 然後就衝過終點線 首先 得到第一名 牛牛辛苦了大半天了 得到第二名 牠很生氣啊 過了一陣 全身濕粒粒的老鼠就來了 牠很有自信地說 嗯 牠要說什麼 我應該是第一名 對啦 我應該是第一名了吧 這樣 玉皇大弟就說 哎呀 不是呀 你只有第三名 突然之間 天空捲起一陣狂風 一條龍蟲天移降 是這個 就是牠了 眼看快要到達終點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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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不明白了 玉皇大帝就問 喂 龍呀 你會飛的 為什麼你這麼遲才到 原來龍要去遙遠的南海 主持下雨典禮 到他趕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有些聲音 然後媽媽跑跑跑跑 正當他要衝過終點的時候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蛇在草叢裡跳出來得到第六名 然後才到媽媽 蛇是第六名 媽媽是第幾名 第七名 沒錯 羊 喉 雞 他們三個在河邊撿到一條大木頭 他們就把它擋一隻船 然後大家一起合作 哇 天 媽咪 你得到了嗎 對呀 最後得到第八 第九和第十 那其實呢 對呀 很多動物都有來參加 紅貓都有來參加 但是因為牠太難睡著了 牠在樹下睡著了 所以牠就不能得到頭十二名 媽咪 這個滑掉了 對呀 這個 因為牠不懂游水 牠一下水就浸出 嘔嘔嘔嘔嘔嘔 所以牠就暈倒了 去不去到比賽 去不去到 去不到了 去不到了 有些呢 像牠們兩個這樣 牠們又掛著在這裡玩波波 有沒有去到比賽 沒有 都沒有比賽 原來很多動物都有參加比賽 不過可惜就是完成不了 好了 來到第十一名 第十一名是誰呢 狗 對呀 是狗 第十一名就是狗 牠很貪玩 在過河比賽的時候 竟然掛著在水裡玩 然後耽誤了牠自己的時間 搞到這麼遲才來到 好了 到了第十二名了 十二生肖 只剩下一個名額而已 只剩下一個十二名 究竟會是誰來到呢 誰來到呢 唉 豬 豬 對了 牠說 哎呦 餓死我了 餓死我了 好餓啊 一邊爽氣 一邊滿頭大汗 一邊掛著食物 哎呦 好餓啊 這裡有沒有食物啊 文文哲豬很肥 為什麼牠要多吃點食物呢 就是因為牠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牠那麼肥 好 豬豬出現了 第十二生肖 最後一名是誰 就是豬 比賽結束了 玉皇大帝宣布十二生肖的名次 第一名是誰 誰 鼠 牛 虎 兔 龍 石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就是這十二個 這個時候十六日的貓貓就來了 喵 喵 我第幾名 玉皇大帝宣布說 你第十三名 貓貓就很生氣了 本來我也有份去十二生肖的 很生氣啊 於是牠就去捉老鼠了 從此以後 貓貓見不到老鼠就捉牠 老鼠見不到貓貓 就馬上找老鼠見了 好了 我就說完了 拜拜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你的手指公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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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